玉兔号是中国首辆月球车,和逐路器,共同组成嫦娥三号探测器,玉兔号月球车设计质量140千克,能源为太阳能,能够耐受月球表面真空,强辐射,至细零下180度,到零上150度极限温度的极端环境。 月球车具备20度爬坡,20厘米跌倒能力,并配备有全景相机,从外呈现光扑仪,侧月雷达,粒子激发,X视线普遗道科学探测仪器,1时30分,中国在西昌,微信发射中心,成功将嫦娥三号探测器送入轨道,4时35分,嫦娥三号逐路器与巡视器分离,玉兔号巡视器顺利实体月球表面, 2时30时45分,完成玉兔号,没让嫦娥三号旋转拍照,并传回照片,连晨,嫦娥三号月球车,进入第二次月夜休眠,但在休眠前,受复杂月面环境的影响,月球车的机构控制出现异常,第一次玉兔号唤醒失败,玉兔号月球车已全面苏醒,状态趋于好转, 但是出现问题的机构,仍然有待进一步恢复,把玉兔号月球车超额完成任务,停止工作,捉路器状态良好,玉兔号预期服役三个月,时间过去了两年半多,也是超长服役两年多,玉兔号是中国在月球上留下的第一个足迹,一身员,他一共在月球上工作了972天, 玉兔号的样机,呈长方形壳状,长1.5米,宽1米,高1.1米,周身金光闪闪,耀眼夺目,黄金甲是为了反射月球白周的强光,降低周气温差,同时阻挡宇宙中各种高能粒子的辐射,支持和保护月球车的附中密气, 同外呈现光铺仪,激光点阵器等十多套科学探测仪器,肩部有两片可以打开的太阳能电视斑板,他的腿部是六个轮状的移动装置,玉兔号对车轮要求极高,研制中,科研人员曾拿出四轮,六轮,八轮以及旅弹式等几十种方案,最终,确定为六轮独立驱动,四轮独立转向的方案,玉兔号上装有一个订阅对话同学 线线,头顶的导航相机,与前后方的递章相机,负责钻孔,一眼磨合太阳的机线地,月兔号具备二十度爬坡,二十厘米约照能力,可耐受三百三十摄氏度温差,月球重力越为地球的六分之一,表面土壤非常松软,包出不平,有石块,有鱼石坑,还有陡峭的高坡,在这种环境中,月球车既不能打滑,更不能翻车,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,玉兔号上有全景相机和导航相机,总计是四台,通过相机观察周围环境,对月面障碍进行感知和识别,然后对巡视的路径进行规划,遇到超过二十度的鞋坡,高于二十厘米的石块,或直径大于两米的撞击坑,能够自主判断安全避让,月球车和月面行走风险重重,让细力会大量扬起, 新增月尘,一旦附准很难清除,月尘可能引起,月球车很多故障,包括机械结构夹子,密封机构失效,光学系统明明度下降等,在月表形茂综合模拟试验控制时,为模拟月球环境,科研人员特定通过钢丝掉挂月球车,模拟微重力环境, 经过测试,月兔号在月面巡视时,采取自主导航和地面遥控的组合模式,不仅可以自主前进,转弯,后退,还可以原地打转,横下侧摆,确保在危机四伏的月面上畅形无足,月兔号月球车八个分系统,月兔号月球车有移动,导航控制,电源, 转控,结构,与机构,综合电子,测控,疏传,有效再和八个被系统组成,被形象称之为,发现过海,干显神通,移动被系统,采用轮式,摇壁悬架方案,具备前进,后退,原地转向,行进间转向,20度爬坡,20厘米约照能力,导航控制分系统,携带由相机及大量感感器, 在得知周围环境,自身姿态,位置动性吸候,可通过地面或车内装置,确定速度,规划路径,紧急避障,控制运动,监测安全,电源分系统,有两个太阳电池阵,一组比离子电池组,休眠幻性模块,电源控制机组成,利用太阳能为车上仪器和设备提供电源,而热控分系统,利用脑热流体回路, 各热组件,散热面设计,电加热气,同位组热源,可使月球车工作时,仓内温度控制,在加密15度到0-20度之间,结构与机构分系统,由结构和太阳以机械部分,枚杆,机械并构成, 主要为各种仪器,设备,有效再和提供工作平台,综合电池分系统,将中心计算机,驱动模块,处理模块等集中一体化,采用实时操作系统, 实现要测遥控,数据管理,导航控制,移动与机构的驱动控制等功能,测控速传分系统, 保证月球车与地球38.4万公里的通信,以及与逐路器之间的通信, 有效再和分系统,月球车配备的科学探测仪器,包括群景相机,红外呈现光浦仪,侧月雷达, V4激发,X视线浦仪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